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诚意资讯 凭借《莲花楼》爆火成为古装剧男神的诚意 在五年前拍摄的《谍战》新剧身前终于十三分之十一惊喜开播 尽管没有预先宣传 这部剧仍在网络上的热度不断攀升 并在央视首播中荣灯同时段收视冠军 诚意在剧中与狼牙榜中的老戏古王静松合作 演绎了一对抗日时期的父子角色 在王静松饰演的角色因调查日本间谍而牺牲后 诚意饰演的儿子深感内疚 痛哭自责的场景让观众纷纷表示哭惨了 这部剧一经播出便引发了热烈讨论 收获了大量好评 更有网友评价这部剧有望成为年度爆款 接下来小编为大家整理出剧情六大亮点 演员阵容网友评价一次看 深前剧情介绍 在抗日战争期间 日军为了成功占领长沙 启用了潜伏中国15年的特工黑直视 展开战略欺骗计划 中共地下党成员云木之在调查过程中被杀 其子云洪生成义士是一位数学天才 对父亲的真实身份毫不知情 为了追查父亲的死因 云洪生回到长沙 却陷入了黑直视设下的圈套 在此困境中 父亲的好友杨子明提供支持 助云洪生识破敌人轨迹 云洪生在共产党的指导下 与爱国青年文业明影儿事合作 放下个人恩怨 巧妙布局 最终破获潜伏在国军内部的黑直视 改变了长沙的战局 为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身前演员介绍 身前男主角程亦是云洪生 程亦饰演的云洪生是一位数学天才 内心隐藏着共产党特工的身份 他原是华侨精英 但在父亲云木之被杀后 卷入了复杂的谍战 虽然一度陷入日本特务黑直视的陷阱 云洪生凭借自身的能力和坚定的信念 在隐蔽战线上坚守信仰 努力查出杀害父亲的凶手 身前女主角 影儿是文叶明 影儿饰演的文叶明 是一位充满智慧与勇气的爱国青年和地下党员 他与云洪生合作 致力于揭露潜伏在国军内部的日本特务黑直视 与他们展开了一场长达15年的较量 身前配角阵容 王静松是云木之 王静松饰演的云木之在表面上 是上海租界法兰西银行的行长 实际身份则是潜伏间谍 他行事谨慎 而他的儿子云洪生诚意是却年轻冲动 常与父亲意见不合 直到云木之在调查日本卧底时不幸牺牲 云洪生才意识到自己中了圈套 决心揭开父亲遇害的真相 身前配角阵容 张天阳是云洪棋 张天阳饰演的云洪棋是云洪生的亲属 他的命运与主线剧情紧密相连 彼此交织 身前配角阵容 侯梦瑶是米兰 侯梦瑶饰演的米兰是伤病医院的护士 他在剧中担当重要角色 增添了剧情的情感深度 身前剧情六大亮点 身前剧情亮点一成一首不叠战剧演技亮眼 身前是诚意的首部主演的谍战剧 开播后立即登上收视率榜首 展现出强大的吸引力 剧中 他饰演的云洪森是一位正直聪慧的爱国青年 原本梦想在法国深造金融 却因现实的激励而毅然投身革命 在父亲云木之和共产党人杨子明的影响下 他立志为抗战贡献力量 诚意成功将角色的复杂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尤其是在紧张的任务中 凭借智慧与勇气巧妙的操作局势 虽然这是他在尚未爆火前所出演的作品 但表现完全不输过去的古装巨打戏 再次证明了他的多面演技和扎实的表演功底 身前剧情亮点二老戏鼓王静松演技大爆发 身前首播后获得了观众的热烈好评 尤其是诚意与王静松之间精彩的父子 对手戏时更是演技大爆发 王静松在剧中饰演的云木之 表面上是法兰西银行的行长 实则是一名潜伏特工 他小心谨慎 而儿子云洪生则年轻冲动 两人常常发生冲突 当云木之在调查中不幸牺牲时 云洪生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决心揭开真相 诚意在剧中的哭泣感人至深 将角色的痛苦与悔恨演绎的淋漓尽致 让观众深受感动 王静松老师则以其深厚的演技 将云木之全世的立体而生动 为剧集增色不少 身前剧情亮点三空降开播夺收视冠军 2019年拍摄的抗日谍报剧身前 在经历五年的等待后 终于在爱奇艺与观众见面 并同步在央视播出 当年诚意尚未走红 略显青涩的形象 让粉丝对此次现代造型的回归 倍感期待 尽管这次上当没有进行任何宣传 深前在开播前的预约观看人数 就已经突破百万 显示出巨大吸引力 首播后不仅网播热度持续上升 在央视的收视率也达到167 迅速成为同时段的收视冠军 深前剧情亮点四眼园阵容豪华 尽管身前是五年前拍摄的作品 但诚意的精彩演技 依然让人充满信心 近年来 他主要以古装剧为主 而此次出演现代谍战剧 诚意的敬业精神和精湛演技 备受期待 在剧中 他所饰演的云洪生经历了 从富家子弟到成熟稳重的心路转变 这种角色转变对于诚意来说 可谓驾轻就熟 此外 影儿作为女主角 她的表现同样引人注目 无论是外表的柔和还是内心的坚韧 都诠释得恰到好处 王静松的加入 更是为这部剧增添了不少分量 他的角色在剧中至关重要 提升了整体的质量 其他如何中华 刘欢 张天阳 韩成宇和侯梦瑶等实力派演员的表现 也让人充满期待 深前剧情亮点五剧情节奏快 不老套 深前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激烈故事 围绕着长沙的动荡局势展开 日军秘密启动潜伏多年的间谍组织黑直视 企图掌控局面 云木之发现了这一阴谋 但不幸遇害 他的儿子云洪生从海外赶回 决心揭开真相 在杨子明和年轻女特工文艳明的帮助下 云洪生逐渐识破敌人计谋 并与他们联手抗敌 剧情虽然走的是成长力制线 但三方势力的交错对抗让人目不暇接 扣人心弦 并成功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 成为一部不容错过的佳作 深前剧情亮点六制作团队和演员们全是老相识 深前由一支经验丰富的制作团队和熟悉的演员群组成 导演刘国辉以擅长创造悬疑紧张氛围而闻名 他曾指导过多部热门剧如《青云志》和《怒海前杀语》《秦岭神术》 他与成毅已多次合作 默契十足 而另一位导演赵立军也曾多次与成毅携手 演员方面 王静松 何中华 影儿 侯梦瑶 张天阳等军与成毅有过多次合作 彼此之间的熟悉程度为深前的制作增添了不少火花 这样的熟人局让剧集更具协作默契 预示着精彩的表现 深前开播评价 深前这部谍报剧的开播引起了广泛关注 虽然是四年前拍摄的作品 但其紧凑的剧情和出色的演员表现让观众惊喜不已 剧情从码头的激烈枪站到酒店的精心社局 一环扣一环 让人目不转睛 观众随着剧情起伏 经历了紧张和感动 尤其是在云木之牺牲的时刻 情感达到了高潮 这部剧成功地保持了谍报剧应有的深度与张力 没有过多的花俏装饰 而是专注于故事本身和角色塑造 网友对深前的评价大多集中在节奏明快和演员的精湛表演上 诚意的表现尤为突出 他将角色的多面性诠释得淋漓尽致 尤其是在面对父亲牺牲的那场戏 令人动容 王静松的出色演技也为剧情增色不少 他与诚意之间的父子对手戏充满张力 开播后 深前在爱奇艺平台的收看热度值迅速突破6000 并在央视的收视率飙升至167 成为同时段冠军 网友纷纷称赞 表示节奏快 剧情对得起观众智商 诚意的演技早已炉火纯青 这样的作品证明了高质量的剧集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非常值得一看 哪里可以看深浅 在线看平台介绍 类型年代谍战 导演刘国辉赵立军 编剧杨楠楠 主演演员程毅影儿刘欢 侯梦瑶张天阳韩成宇 集数38集 开播时间2024年11月13日 播出平台爱奇艺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订阅本频道 本频道专注诚意的新闻资讯